哎呀 有点累了 先休息一会儿 你要不要一起啊 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睡在人家床上 水 她说她有点累 然后又喜欢我的床 那个 比如说高山喜欢吃什么 喜欢喝什么 有什么兴趣爱好 家庭条件怎么样 还有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只要是你知道的 我都想了解 苏妍 你不会是 真的 不是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的 不对啊 怎么就你 她呢 谁 这床太舒服了 躺着舒服 冻起来舒服 要不你也来试试 演 继续演 听 听 听不错的 对 喂 她交代我了 明天下午四点 不见不散 有事啊 一个老朋友 瓜子 算了 我警告过你 你到底是谁 这些又是什么 心理学上有冲击力的图片 可以刺激大脑皮层 我的解压方式 有问题吗 不对 上次来不是这样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为什么偷偷来我家 你跟苏源串透好了拖延时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就是好奇 我想要过来看一下 主意是我出的 是我让林国来查你的 你有事冲我来啊 高山 查我 你怀疑万总的事情是我做的 没错 我跟苏源查过监控 当天晚上跟万总一起加班的人是你 也就说明你很有可能知道体价 我之前收到过一封匿名邮件 提醒我万总新入会全管的地址 邮件是你发的 也是你引导我 利用入学资格做条件去说服万总 就凭这个 我还亲眼看见你跟孙黎在私下密谋 所以你就怀疑是我做的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无耻吗 可至少现在你的嫌疑最大 高山 如果不是你 你可以跟我解释的 你走吧 你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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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